哎,现在 把肉拿过来 先烧水啊 直接开土了 我来贴一下吧 煮熟再切去拿切肉 先把它切成两段 你要切啊 这么长怎么做 要切成两半 直接煮进去啊 这个是五花肉 多放点水 煮熟之后 它不会坏啊 还大点火 盖上锅盖 再煮它个 七七二十一分钟 就可以了 因为呢 目前呢 在山里面啊 我们行走的话 一直可能就是在山里面走了 买不到菜 然后我呢 一天就买了两天的菜啊 所以说就有点多 所以说就买的有点多 然后呢 慢慢吃吧 今天晚上的话就在这个地方露营了 下雨的话是淋不到啊 吹风的话还是吹得到的啊 因为这个市面都是没有遮挡物的 今天晚上呢就炒个回锅肉嘛 有的老铁说我老是在广西境内 我在广西境内等快递啊 这个呢 我在广西境内等快递嘛 这个呢就是我刚刚拿的快递啊 啊 我猜可以给你们看嘛 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我 刚 白天的时候领的快递嘛 啊 还有什么 那个 上次那个洗车阿姨给我把那个 呃 车 那个烟囱给冲坏了 然后我从网上买的 你会装吗 应该会吧 应该在装啊 现在可以了 没有刀 没有我看一下有没有搞坏快定 心里有个数嘛 万一明天拆出来都坏了呢 是不是 哎呀 哎 就这个 是啊 就这个东西嘛 有些老铁 有些粉丝说 你们走这么久 一个星期了还在重组 还在 呃 那个进行 没办法呀 那个没办法 等快递嘛 一天到晚就等快递 那意外肯定是有的嘛 对不对 好啦不说了 做饭嘛 安安心心的做饭 这个放在一边 哎 看一下好了没有 再煮一下 没有那么快的 完全要煮到里面去 不然的话会坏的 今天晚上呢 就在这里煮这两块肉了 煮完之后 就吃一块 吃半块吧 这因为吃不完啊 吃一点点就可以了 今天晚上呢 我们就在这个棚子下面露营了啊 然后 这里呢 是我的车 然后那里的话是帐篷啊 然后这边的话一个小房子 废弃的小房子 然后这上面旁边就是公路啊 这旁边就是公路 然后在这里起锅烧油了 赶了一天的路都没有吃饭啊 然后只有早上的话是吃了一碗那个粉啊 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啊 现在呢 来看一下熟了没有 哇 已经开了 现在开始起锅烧油啊 开火 放点少量的油啊 搞点花生油 搞一点啊 这个是可以吃的啊 再下入 切好的肉 巴拉巴拉 放花椒 放花椒 放花椒啊 放了香一点 那就不放了 把那个拿过来 炒回锅肉的料 在那个大盒子里面 有的 那你来扒拉 那你来扒拉 扒拉扒拉 扒拉快一点 不然它会糊的 走啊 哎呀 哎呀 这你走过到表情点的飞到锅里面啊 不是要不要走的吗 巴拉扒拉 在这里 在这里 放到这里 来 我来吧 你呢就旁边坐等开吃吧 你的碗在 那个碗里面 那个锅里面 他这个肉没有 我家的那个肉好啊 这个肉它会粘锅的 炸不出油出来 买的这个肉真的 炸不出油出来 你看得见呢 肥肥的 其实它不出油 找到没有 多炸 多炸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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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筷子也应该在里面 也筷子也应该在里面 放点盐啊 入下味 咬的操 好 里面有水 这个肉是做水过的 这个肉是做过水的 又把我烫了 现在只有农村的土猪肉才真实啊 外面买的这个肉 做过水的又把我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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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